小時候我很常跟我媽媽有一個經歷 就是她要騎摩托車 邊騎摩托車然後就邊唱詩歌 然後她大唱的時候我就跟著她一起唱 耶穌你是寶貴之類的 就坐在她後座 對我就坐在她後座 然後停紅燈的時候她就 耶穌你是寶貴 繼續唱喔沒有停 耶穌 然後綠燈耶穌 太多人一個人都傻傻都一樣 等你一等你 大家好我是馬卡珍愛 然後我最近新出了一張專輯 叫做寶藏Trasure 裡面很多都是寫關於我的信仰的東西 那希望大家聽到了可以喜歡 寶藏就是 很渴望很渴望擁有的 他沒有辦法很容易的得到 他需要一些犧牲 就在我歌詞裡面 有提到關於信仰 然後我覺得 信仰這東西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個寶藏 我得到的東西是 世界上沒有辦法給我的滿足 然後這個力量這個滿足 可以讓我持續前進 對啊 我心裡面的寶藏是這樣 我們在討論 討論我們的名字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我的歌曲就是很真 外面聽不太到 所以就想要把它 去名叫做寶藏 叫Trasher這樣子 一個人享受這城火 一個人感激到大藍端 一個人都沙沙不一樣 第一首Dante Dini一個人 它其實是在我去到台南讀書 然後剛到台南的那個時間 然後去寫出來的一首歌 然後那一首歌就是在講 一個人看得出看得弱 然後一個人做一些事情 然後有一點孤單 但是回想起來好像覺得還蠻舒服的 就很享受一個人去做 以前可能沒有勇氣去冒險的事情 這一首歌也是寫給我自己 就是我沒有很孤單 我是很享受在一個人的時刻 明晚也不要放棄 第二首歌是 Let me know your heart 寫給神的吧 有一個階段 有一個時間裡面 我發現我好像裡面有一點空虛吧 我好像沒有辦法感受到它 想要寫這首歌給它說 可不可以讓我瞭解你的心 可不可以讓我知道說你在想什麼 就我想要 我想要知道 我想要明白你 Let me know your heart Let me know your heart 第三首歌是 Kindom Lifestyle 然後呢 這一首歌 就是跟豹傑一起唱 然後 靈感是來自於 聖經的 馬太福音的天國八福 抓住這個東西 然後去把它延伸 給它創作出來 這樣 所以那時候他就問我說我沒有想要合作的藝人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想要跟他一起唱這首歌 我想要把第一個合作的藝人就是給幾節 應該就是我國中吧 我們要孝慶的進場表演 就開始會寫一些東西 可能從小小的 可能一個旋律 一段詞 對 然後就刷幾個和弦 然後這樣彈 然後就唱一些旋律 就這樣子 很簡單的 就當下發生什麼事情就把它寫出來 我的歌曲都還蠻直接蠻直白的 就我不會太多的 譬喻 羞恥 哦 押韻嗎 母語不用押韻啊 就把它唱得很帥 然後就 就好了 它就自然就有那個 押韻的感覺 我自己是這樣啦 因為我沒有刻意去押韻 怎麼樣唱比較炫一點 一個母語的人又不得意 那個必得把主 哇 蝦球帥啊 我們不會啦 對 蝦球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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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球啊 有時候刻意加族語 是因為那個國語 唱起來好像有點太白話 太直接了 所以我就想說唱族語 好像比較舒服一點 這世代的青年啦 就是接收到的語言 都是這樣啊 有時候講一講就會 穿差一些英文 講一講穿差一些母語 我覺得也是因為有這樣子的經歷 所以讓我在寫歌裡面 就很自然的把這些語言 融合在一起 有個人在你身後 他特別特別在意你感受 我很想要說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的生命總是有盼望的 然後不會是一直都沒有希望 不是一直都是這樣子 專輯裡面有寫一首叫做 You are not alone 然後我起初會想要寫這首歌 是因為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 就是都是有一些憂鬱症 一些躁鬱症 然後也想要跟他們說 就是你不是孤單的啊 你不是一個人在面對這些情緒 不是一個人在面對這些問題 可能我沒有辦法實質地去幫助他 但是就是想要跟他說 就是在心靈裡面這個部分 就是像就回到剛剛講 就是我們都是有盼望的 想要傳達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力量 有一個人 他就是在這裡 然後他會幫助你 然後但是就是等你去 看見這個東西 是在我高中的時候認識他們 然後這一路 其實到現在三年沒有很久 但是從原本就只是在家裡自己創作 一直到現在可以發這張專輯 對我來說是一個 蠻快速的一個旅程 每天都在興奮 新鮮的事物還有新鮮人 以及新鮮的 新鮮歌 and more power 所以這首歌也是寫給 豹傑跟娜娃的所有的團隊 一切都發生得很不可思議 然後我用就是做了一個夢 來寫這首歌 我覺得這一趟旅程對我來說 很像做夢但是它是真實的 覺得很感恩 我覺得有他們 就是很開心吧 因為我不是一個人在這裡學習 所以我們還有N1 然後我啊 少女隊的姐姐哥哥們 對然後我們都會彼此鼓勵啊 然後每次演出前 然後會互相加油 或者是我們有人會發新歌 然後他們都會鼓勵說 欸這首歌不錯喔 很好聽喔 會這樣 然後就很享受在 彼此鼓勵彼此扶持的 每一個時刻 因為我很喜歡一句話就是說 一個人走 可以走很快 但是走不遠 一群人他們雖然走很慢 但是他們可以走很遠 然後珍惜每一次可以去表達 我的內心想法的時刻